烟雾弥漫满地碎片遭遇空袭 民众惊慌失措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连续第二天被锁定 尤其根据黎巴嫩的数据 死亡人数中部分包含儿童 但受害的不止贝鲁特 以色列宣称在多地打击 一小时轰炸二十座村庄 两天内锁定一千五百多个据点 直升机和战斗机飞行三千小时 进行进一步的军事任务 以色列继续强调目的是要歼灭 真主党最新还宣告成功杀害两名 真主党资深成员 包括飞弹部队高级指挥官 真主党则动用多架无人机 报复轰炸以色列的海军基地 英国国防部调派七百名兵力道塞布勒斯 同时也呼吁公民 尽速离开黎巴嫩 爆炸巨小浓浓黑烟 吓得小孩惨哭尖叫 黎巴嫩南部风火连天 到处是烈焰火光 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 扩大空袭一千六百个目标 还有记者采访到一半赶紧撤退 爆炸是遍地开花 黎巴嫩南部城镇宛如空城 以色列透过了广播简讯 网络预告危险区域 要无辜民众撤退到距离至少一千公尺外 南部城镇通往贝鲁特的道路全都塞爆 有人干脆用走的 也有人气到对着外媒摄影机 痛骂以色列 呛响以色列走着瞧 但似乎连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都不安全 贝鲁特的住宅区冒出浓烟 车辆都被炸烂 以色列说是要打击真主党 一名高阶领袖卡拉奇 但是真主党又发声明说人没事 里巴嫩对以色列的仇视情绪再沸腾 一切仿佛又回到2006年以离战争的前夕 以离冲突纠缠数十年 里巴嫩呛早就没再怕 但这一次以色列是否准备的更全面 以色列空军F-15随时出任务 对真主党据点进行打击 纳坦亚胡强硬表态从不确战 而乙军的战术似乎也让人看到 是复制对加萨哈马斯作战的起手势 所谓的精准情报指的就是IDF指控真主党 把重达上千攻击的弹头和长城火箭藏在民宅 还做出了3D动画 之前IDF在加萨是指控哈马斯把运送武器的地道景 就埋在民宅里 如今是真主党火箭藏在阁楼 专家点出了关键问题 而现在情势也很棘手 以色列形同多面开战 在加萨有哈马斯 约旦和西岸有巴勒斯坦抵抗组织 北部有黎巴嫩、叙利亚 东南部则是夜门胡塞武装组织 东部则是面临了伊朗以及伊拉克境内组织 形同是七条战线 关键就在于伊朗的态度 如果伊朗要出手 以色列势必会锁定伊朗核设施打击 但是如果伊朗不出手 可能也会有损颜面 目前以色列的铁虫系统发挥作用 拦截掉真主党反击的火箭弹 但是如果又出现像去年10月7号的奇袭 恐怕又会让战事全面升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晕消 眼前建筑瞬间遭火焰吞噬 黎巴嫩南部城镇周二又遭到以色列飞弹命中 居民惊慌窜逃 以色列发动自2006年以来最致命攻击 不过以色列军方表示 这波攻击并非针对黎巴嫩百姓 而是攻打1600个真主党目标 包含火箭弹发射器 就怕被卷入战火 黎巴嫩南部成千上万个家庭 西家带卷塞爆马路赶紧逃命 只是随着冲突升温 以色列宣布全国进入一星期的紧急状态 在这七天内 政府能够实施各种限制 包含禁止集会 而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 美国担忧局势失控 开始调派军队赶赴中东 对于派哪一种部队去中东 美国五角大厦守口如瓶 不过强调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已经在附近待命 足以应对各种紧急状况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一大清早太阳才刚出来 从右到左放眼望去 里巴能南部到处都是炸后延误 以色列的空袭 甚至直到首都贝鲁特郊区 空袭当下直击民众 怕的声音都在颤抖 尤其整座城市 持续被轰炸 造成近五百人丧命 超过一千六百人受伤 已经成了自从以色列十八年前 轰炸里巴能后伤亡最严重的一天 以色列军方也发出声明表示 他们过去二十四小时 在里巴能境内空袭了超过 一千三百处珍珠党目标 只不过已经这一波 所要打击的目标人物 珍珠党资深领袖之一的卡拉奇 却逃过一劫 一军从早到晚打击里巴能 珍珠党同样对以色列北部展开回击 但一枚一枚火箭弹还在空中旧爆炸 一军防空系统铁穹不断拦截 以色列北部上演演火秀 不过当局还是发布警报 呼吁一国居民撤离边境 就怕珍珠党随时进一步反击 TV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